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一下我的新建选项怎么不见了 嗨我是圈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你是否有遇过这种情况 当你要创建一个文件夹时 你就点击U键 突然你发现新建这选项不见了 那是因为你更新系统时未来把它删掉 那是因为你更新系统时出现的BUFF 那这种情况我们要使用注册表 把它重新的BUFF新建给叫出来 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教学吧 在影片开始之前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就点击红色的按有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通知咯 首先按你键盘的Windows键加R键 输入Regender这串指令 过后点击确定 之后它就会弹出注册表编辑器正面板 我们找到这些文件夹路径 而这些文件夹路径我会放在影片下方 那他们可以按照影片下方的路径寻找这些文件 如果你在Context Manual Handles 没找到New这文件夹 那你就对Context Manual Handles 点击右键 在新建里找到项目 我们把新建出来的项目名称修改成New 要记得MB-Street是大写的 由于我有了这文件夹 所以我就不用再创建一个了 创建完成后我们点击New这文件夹 我们在右边点击默认这编辑制服单 输入这串代码 而这串代码我会放在影片下方 那他们直接在影片下方复制粘贴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确定 接着我们在桌面空白处再次的点击右键 你就会看到新建这选项重新的归位了 好的有什么疑问 欢迎大大们在底下留言 如果这影片有帮到你的话 请点下那个喜欢和订阅 然后在底下留言说个加1 那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别忘了在下面点下一个喜欢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就现在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通知了 我每个周六晚上8点准时发布新影片 那么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 See you next video 拜拜